我当太极十三世中太极爸爸靠式的练习 拳与有云 周身无处不弹簧 就是告诉我们练拳要练的整个身体 每一个地方都能发力 周身皆可发力 也是告诉我们太极拳中 拳论里面说 周身节节贯穿 无力丝毫尖断 那么除了我们的拳 大家熟知的就是我们的拳和脚 或者膝和肘 作为最常见的一个攻击部位 那么还有我们的身体躯干 胯 腰 臀 包括像八卦掌里面讲的 非常缓背 都是用身体去发力 每一个地方都要发出弹抖力 寸净 对 包括我们的肘和腰 胯 肩 都可以发力 走 丁走 放松 肩 放松 寸净 松成 我当内架拳 讲究远打 近摔 贴身靠 就是远近率的时候 我们是击打 那么内架拳讲究必时积需 任何时候我们都讲的第一反应 是避开别人 敌人最刚强的地方 那么最快速的贴近对方 那么近摔 可以摔到对方 就像我们之前用的这个野马分钟 棚 那么可以摔到对方 但是贴身的时候 每一个地方都是攻击部位 不管是我们的走肌 或者是用肩膀靠 特别是对方的体魄和力量强运我们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 运用我们身体的整个的整颈 我们可以用身体 比如说第一个用肩膀 我们的棚可以运用到肩膀 整个肩膀用身体的整一个撞颈 借势 落目就走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念太极拳中 这一个背靠的一个动作 也是一样 用整个身体往对方身体里面挤 第二个就是在挤的过程中 第一架开别人的拳 手只需要伸一点点打开 让他不要碰到我们的头部 整个身体快速的加上锁腿 肩膀 转肩成肩 攻击对方的胸口 整个身体就是 整个身体就像汽车一样撞上去 让他的整个身体 胸口会 闷恨一声气 那么我们在练习 这个靠的这一个动作的 发力技巧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身体 一定要平常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放松 放松了之后还是一样 像顶走一样 松成把整个力量发成一体 然后慢慢的用肩膀靠 背装 背打 背靠 然后包括用鞋开 还用肩膀的一种斜开 发力 发力 背 还有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要领 叫做熊腰虎背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老虎的背 还有黑熊的腰 熊的腰 整个身体它是非常虎的 就是非常混原一体的 你看黑熊去撞树 或者撞人的那一种力量是非常大的 熊腰虎背松成 整个身体缓背 好 这就是靠式的一些练习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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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